红烧非洲鲫鱼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红烧非洲鲫鱼的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鱼酱香浓郁,鱼肉嫩滑 这种鱼只有一根刺,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制作过程吧 这是一条收拾干净的鲫鱼 鲫鱼的前后改刀,各斜刀三刀 生姜切片备用 大蒜拍碎备用 大葱切段备用 小葱切成葱花备用 小米辣切斜刀备用 多少根据个人口味 锅中倒入食用油 为了鱼不粘锅,锅中放入一勺食用烟 油热下入鲫鱼 下入鲫鱼后不要马上翻动它 等一面煎定型后再翻另一面 不然鱼会脱皮,鱼肉也会碎 等两面都煎定型后盛出鲫鱼备用 煎鱼的油粥放入花椒八角爆锅 接着放入大蒜 姜片爆香 爆香后放入一勺辣椒酱 放入一勺黄豆酱 放入干辣椒和小米辣 翻炒均匀 加入两勺生抽 蚝油一勺 白糖半勺提鲜 翻炒均匀加入一碗水 放入葱段和煎好的鲫鱼 盖上锅盖焖6分钟 时间到打开锅盖大火收汁 最后撒上葱花和葱段淋入鱼汁即可 现在我们的红勺非洲鲫鱼就做好了 这种烹饪方法可以做任何鱼类 多吃鱼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增强身体素质的功效 好了,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更多家常美食期待和您一起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